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东北部和东南部赢得两场初选之后 看来准备美国西部内华达州星期二举行的初选当中再次获胜 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川普以大约40%的支持率领先于共和党对手 鲁比奥参议员和克努志参议员的支持率都在20%左右 两个人正在激烈争夺第二位置 如果在内华达州初选当中表现良好 总统参选人就可以诚勢进入下星期的所谓超级星期二 到时12个州将会在这一日举行初选 鲁比奥和克努志 川普不同的就是至今还未赢得任何一个州的初选 而他在内华达州举行初选之前 得到几名资深共和党政界人物的支持 包括曾经长期担任过参议员的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鲁多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